敲黑板,注意了,下后单开这步操作非常关键,那就是卡屏升级,可以让你用最少的体力打最多的5级,等级遥遥领先,操作起来也是贼拉简单,干啥不用呢? 拿10级之前刷3级地举个例子,敦子战法合军聚众,全统加点,控制兵力不超过500,找一块城边的敦兵守军3级地,先用一兵斯巴达启动守军倒计时,提前看好敦敦的行军时间,在野地守军恢复进入3分钟之内的任意时刻,敦敦出发占领,这时大概率会占平,就让他自个儿滚的扑腾去 野地守军恢复倒计时结束,确保敦敦骇跟那儿扑腾着就行 战平结束时,敦敦也如愿打到了已经恢复满兵的守军,第二次进入战平状态,也拿到了第二份经验值 战暴中看到双方所胜的兵力,要么会打赢刷新守军,没法再用这块卡屏操作,要么就会高损战败得不偿失哦 所以我们选择溜了,13级之后,敦敦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单刷四级地升级 选择零操旗,控制兵力在1500左右 更多开荒细节,敦敦神教有详解,我们下期见